歡迎收看 火光幫忙 哇喔 屁股會不會太翹了 為什麼就是讓人瞎想 唉唷 妳是白雪公主喔 這是白雪公主 這是火爆 很多客人 他就會把這個當得很神奇 所以我必須要 我跟他說 你想做那一定有效果 但是你必須要配合 他剛剛講的話 就有那種老闆娘的感覺 對… 那時候去批貨的時候 不懂 然後可能就是有阿豬嘛 要跟他說我要這個… 然後呢 他就開始 講的話是好的也不一定 沒有… 他通通不用錢 他通通不用錢 然後我就追出去 要找他們錢 就有人從後面 然後那時候我就超生氣的 我就大罵他上話 然後他就… 一檔頭結果是你哥哥 妹妹妳要去哪裡 然後被趕油 你店不顧妳要幹什麼 過來 開始了 restaurant 我是柏翔康 辛苦你們了 你好我是柏翔康 娘家王 我是布鐸康康康康康康領 大家好 大家好 你們一定想說 今天為什麼要講名字 為什麼為什麼 因為現場有兩個康 好不好 有康康跟小康 這要區別 首先給各位介紹一下 康康20週年演唱會 10週年的時候我有去嘛 10週年 2007年對 對不對 然後現在2017年 就20週年演唱會 這一次一定有 內容一定很特別 這一次我們有10個 10個舞群 然後有8個演員 然後樂隊大概6個 再加兩個和音 加我大概30個人 大型的演作 有一個算是一個歌舞劇 音樂劇 不是純粹的一個演唱會 所以需要演員 對對對 那同時你也推出一個單歌 5月28號是我跟我兒子的 這個生日嘛 然後所以我想跟他留 有一個5歲有一個紀念 我們就出了一個單曲 叫做 就是小孩子的歌 兒歌 阿不成不是 PRADA PRADA 這樣 這樣 PR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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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開始賣票 5月28號 就你生日那天開票嗎 對 就是挑那一天 對啊 因為一般都三個月 三個月太可怕了 對 六個月比較好 對 後面如果還賣不出去 還有一個月可以去找 可以衝一下 對 去找朋友幫忙一下 不用啦 我把大家注意一下 5月28號開始賣票 好 謝謝 早點買就可以買到好位子 今天我們要講的是 正妹CEO 這些女生她們都是白手起家的職場美女 那請問三位 你們覺得在職場中 哪一個職業最多美女 老闆喔 應該是那個做臉的吧 還有做身體按摩的那一種 護膚的 但是我講的做身體按摩 是那種比較時尚的那種 純的 喔 時尚的 不是那種 沒有啦 做OA也有漂亮的啦 也有啦 做OA一定開始 怎麼會變的 屬於美的 對啊 對不對 就是美的那個行業 就是美容啦 碩身啦 因為她自己本身造不住 但是我覺得那種 醫美的就比較不算 因為醫美她當然是美 但是她們的美都不是 不是天然的 可能是人工的 對 可能都是網紅網紅的那種 玉琳哥 我覺得服飾業比例很高 後來我去分析 也不見得本人有多美 而是因為她自己在買衣 所以她好看的衣服 就會穿在身上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人一打扮以後呢 那個樣子 那個美感出來以後呢 看起來感覺就會不一樣 是 所以有時候 你說女裝店 其實也沒有我們的衣服 但是偶爾還是會進去 你去幹嘛偷錢 沒有 就是說幫我老婆看衣服 那你老婆什麼尺寸 我說我也不是很了解 然後也假裝在那邊挑聊聊天 也是很快樂的事情 所以你現在都敢講 就是現在老婆不太 不太淘家了 不會啦 因為難免的啦 我們去逛賣場 逛百貨公司 進去哈拉幾句 對於美的東西 是沒有辦法拒絕 對啊 對啊 是不是 OK 金庸 我覺得美容美髮業這個行業 真的是特別吸引人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 會比較喜歡 有個性一點打扮的女生 那之前就是有看過Miavi 就是也是造型師 美髮師 我覺得她就是打扮 把自己讀數一格 那我覺得這樣的女生 就很有魅力 所以我反而會比較focus 在於個人特色 優不優惑這樣子 對啊 你是文青當然看個人特色啊 我們都是看身材的 對不對 身材也不錯 你有沒有 有 我那天去墾丁的時候 看到一個賣比基尼的店長 喔 男的啊 他就 你的啦 他穿那個 沒有鋼圈的 就是 沒有鋼圈的人 不是喔 他是沒有 還是沒有那個罩子 沒有電 沒有電 沒有電的那個 就一塊布等於是 他說這個比基尼厲害就是 你從 大概三公尺跳下來 跳到水裡 不會翻起來的那種 然後他就去示範 非常貼身 他就走出來一套 哇賽 超厲害 以前那個高雄六合路那裡 也有一家店 也是 老闆娘都會示範 那是情趣用品店 那怎麼示範呢 他就去穿給我們看 很多人都沒有買東西那邊灌 對啊 就是這樣 他巴的路也有一間 老闆娘也是示範 就是不能輸就對了 沒有沒有 他總不能用自己啊 這樣不啞嘛 他都會買兩片豬肉這樣子 對啊 捲起來 然後說這個怎麼弄 怎麼弄 真的嗎 真的嗎 穿那個提去的受衣 提去的受衣 不是說示範那個 不是器材 不是器材 沒有 我覺得那個也是很健康的行為 是增加興趣 你右邊那個都少了 對 手都手勢都有 你不示範給我看 我實在真的不知道要怎麼弄 對 不是 你講到這麼狠 金庸你要接什麼 是 你看為什麼 對 來 介紹女生 Perry你好 女生 大家好 我叫Perry 我是從事美容塑身中心的小伴娘 對 美容的 請你怎麼期待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愛我 你屁股會不會太翹了 你有在做運動 就 對啊 我們的 中心的儀器 就可以這樣 可以弄成這樣 但是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當然 一定 不可能兩天就不 對 不可能 請問你上班的時候也要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 我們店裡只有女生 所以 不接男客嗎 對 所以就放輕鬆 如果我們男扮女裝 你接嗎 不好 好 好 OK 那 你本來是學音樂的 對 才不出來嗎 看得出來 看得出來嗎 那學的是 音樂的哪裡 我以前讀華剛一校 然後大學也是讀音樂系 那鋼琴是 鋼琴 對 難怪 會很會按摩 鋼琴 對 鋼琴 那如果 學那個吹蕭的那一種 也是很會按摩啊 他就是你的手臂 他就當作小舞這樣子按啊 那是笛 那是笛 我笑是直的 我笑是直的 你也可以這樣 那請問一下 你當初為什麼會學音樂 然後反而不走音樂這條路 因為你比如說大學 反而走這個美容 對 其實音樂在台灣 其實本來就不是那麼的主流 不是好走 對 其實藝術類的東西 其實都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你必須要砸很多的錢 對 那我很多的同學其實 就是他們可能到了大學 他們可能就去奧地利 或者是去博拜 對 一定要去 對 但是我沒辦法再繼續砸我們家 爸媽的錢 你們如果學到古典音樂 最高境界要跟對老師啊 對 老師很重要 對不對 但相對 花費很高 很高 因為他們能組高級 對 鋼琴 你的鋼琴 這種牌子 你彈不出個好鋼琴 比較容易出名 是 對不對 一定要認識 還是要深造 你們學古典音樂的人 會不會看不起流行音樂 不會 真的嗎 不同領域就對了 以前我聽那個小玲姐說 像她有一些同學就會說 小玲姐好像進演藝圈 做這個流行唱片 那些同學就好像有一種 覺得你們做那個太 柔柔的 柔的 對啊 會這樣子的 就像邱翁衡她演舞台 就是看不出那個 純那個中文卡 沒有 怎麼會這樣子呢 對不對 你們會不會 我們是演員 其實劇場界的以前 二三十年前 是有這種氣氛的 是 就覺得他們不屑去演電視劇 他覺得他們是表演藝術 然後演電影的也不屑 來演電視 對 以前是有這種氛圍 現在都沒有啦 對 我都會了 小心又陳玉琳又在想囉 沒有啊 禮服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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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辯服店 對 人家學音樂的 辯服店又看不起阿公店 對不對 妳幾歲開始創業 對啊 我其實在大學二年級的時候 妳還在學音樂的時候 妳覺得妳想做這一行 我還在讀書的時候 那妳那時候曾經想放棄為什麼 其實我並沒有想放棄 只是因為 很多人都會說 妳畢業就是實業 那我的父母一定也會說 妳要不要想一下 如果妳不做音樂 妳要不要做一點別的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 我就有在思考 可能之後可以嘗試的東西 是 對 因為如果我不出國的話 我鐵定畢業業就 沒東西了 對 所以我差不多大二的時候 就開始去學一些技術 你們做這個不是要考很多證照 對 要 會很煩阿 很煩 而且我完全不是這一行的 就等於說是我 半路出家 對 跳入一個新的一個領域 是 重新學 那這個你們碩身也有證照 美容證照 你開店你一定要有證照 那考什麼呢 內容是什麼 正常的臉部的啊 或者是身體的 對 或者是你可能一些 基本的一些穴道 碩身這個東西 在美容碩身來講 有一個盲點 就是說很多人就是去了兩個 沒效 可是這個東西是要有耐性 比較時間上的 因為基本上我們是使用儀器 但很多人他可能就會說 你們這個做一次 我可以瘦幾公斤 或者說 我這個做一次 我可以維持多久 我就說 沒辦法 你今天不是去醫美 你今天不是去抽紙 今天就算你抽了紙 你也要維持你的飲食 而且你做完以後 馬上就大吃大喝 也沒有效果啊 所以其實很多客人 他就會把這個當得很神奇 所以我必須要 我跟他說 你想做 那一定有效果 但是你必須要配合 而且要 要教育他們 要教育他們 剛剛講話就有 那種老闆娘的感覺 是 你為什麼堅持不請員工 因為有被傷害過 對 我一個人 傷害什麼意思 傷害他怎麼樣 因為我們這個 其實它就是技術 那我當初 學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也是花了滿多錢 去學這個技術 那我今天要請員工 我勢必要去教他 我等於說是免費 交了他這個技術 但是 對 可能開到別的地方 附近 然後還要講你的不好 甚至於把客人偷走 對 資料都偷走 對 然後他會重傷 有時候會講得很難聽 都說 那個Perry 都是靠那種 不正當的方法 才有客人 會越講越難聽 妳總要有宣傳的方式 妳是找網路美女 對啊 網路美女吸睛啊 沒有啦 網紅 網紅 現在很多部落客 網路上的小魔名人 請他們來體驗 對 就是做一些配合合作 可是不是你找他來 那你總要還是要花一段時間 他才會變化 不是嗎 對 所以我們可能會跟他們談 那你可能每個禮拜有空可以來 對 像之前我有請某一個藝人 那他可能剛好那陣子的工作 就是需要拍泳裝或什麼的 他就很密集來我這邊一個禮拜 然後他就瘦了兩公斤 那他就 對 他就可以 我幫你宣傳一下 對 沒錯 請問妳結婚了沒有 還沒 那妳是單身嗎 單身 單身 對 那妳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壯吧 壯 只要壯就好 高 對 哪方面的壯 我不喜歡太窄的男生 各方面都要很壯 妳喜歡厚的 我喜歡厚的男生 演藝圈有沒有類似的 妳要講一個類型出來 像NONO這種狀嗎 還不錯 她那個唇大而已 她是覺得還不錯 就是厚實 那妳很喜歡那個 哈孝遠那一種 那會不會太壯 皺眉頭 妳不要皺眉嗎 這個是胖 NONO應該是 我知道了 黑人 陳建州那一種 對 就是厚實 那像金庸這樣算高嗎 他算厚 對 其實算是高了 金庸是單身嗎 對 想不想做那個美容碩身啊 好像可以耶 可以嗎 而且她也蠻厚實的啊 對 那像有些人很厚實 但是有點矮就可惜了 她算高 還不錯 但她是比較是 髒的 髒的 髒啊 不要亂講 張趣喔 對不起 對 我的意思是這樣 好 那個 希望妳趕快找到一個 心愛妳 好 對 然後事業順利 謝謝 謝謝 一個女生喔 創業很辛苦 真的 妳有 妳要拿符給我 沒有 那妳走在後面幹嘛 進去幹什麼 我準備而已啊 我準備 我跑進去被抓到的感覺 抓什麼髒啊妳啊 她把這裡打給她夾 突然想 她回房間休息一下 突然想 突然想亮亮 下一位妳好 小柔妳好 小柔 小柔請問您的三位是 32C 24 35 是的 小柔從事的是韓國服飾 對 就是那個 那個 傳統服飾 不是傳統 那個是韓服 韓流 對 你那個是傳統的韓國服飾 然後我們是 現今流行的韓國服飾 比較韓版的 對 韓風 可是妳提供這張照片 我們怎麼看得出來 它是韓風 這完全是一個包裝廠 這些都是妳批的貨 對 這是在客人訂的貨 然後我們要加班 然後幫他們 每一個都打包起來 然後讓他們來取貨 妳以前也曾經要當模特兒 我以前是模特兒 大學開始就是一直從事 網拍模特兒跟 拍一些雜誌等等的 所以對穿搭很有興趣 那請站起來我們看一下 很強 很有風格 好會打 厲害 好會讚 是不是 妳是模特兒後來 怎麼會轉到去開服飾點 因為模特兒 我知道它是一個 比較偏外表的行業 對 然後它沒有辦法 很持續性的 然後再加上 那時候我對穿搭很有興趣 我就一直想說 我一定要存到一筆錢 然後我要回我爸媽住的地方 那個地區 新竹 新竹 現在在新竹開店 店面在新竹 台北 東區 西區 外華 接近公館 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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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在新竹 對 開始開一個 對 然後就想說 存到一筆錢之後 我就要離開模特兒這個行業 然後回去新竹開一間韓國服飾 創業 存了幾年 存了 我從大學就開始了 大概二十歲 然後到二零一三 大概 哇 六七年了 六七年 我也知道有一些做韓國服飾的 其實到韓國批貨很辛苦耶 很多人就是當天的飛機去 到了整晚不睡覺 把貨辦好以後 坐早上第一班飛機回來 為什麼要這麼辛苦 你有去過嗎 你怎麼都知道 幹什麼 我們是專門在這打聽消息的 真的 對不對 去韓國批貨 其實每一次再去批貨前兩天 我其實都會開始有點躁鬱症 可是我朋友都會說 好好喔 你要出國去玩了 可是沒有 真的好辛苦 因為可能我去平常都是去四到六天 然後平均一天大概只能睡三個小時 那不睡覺 沒有時間睡覺 還有一個晚上半夜在批貨的 因為那邊批貨是半夜 那一個人去還是要帶助理 平常我自己一個人去 可是 一個人去 現在開始有帶助理 對 這次有帶員工去了 就一次回來就一箱或兩箱 不只很多 是上百公斤 那你這個操縱怎麼辦 我第一次去的時候 因為我不懂那個韓國 然後我就不懂原來有空運這個東西 我就自己扛 然後我那天扛了 一百一十二公斤 那你花多少錢啊 那個操縱 操縱一萬多塊 那你不當登山翔島可惜了嗎 就是 你知道那你們有那個黃埔大軍袋嗎 對 對 我是去韓國那邊賣 然後裝滿三大袋 再加上自己的兩個行李箱 以前我也做過福祉店 我也去過日本批貨 可是有一個問題就是 剛開始做的時候 你真的是搞不清楚東南西北 那個時候是最辛苦的時候 對 有沒有被人家欺負 有啊 因為那時候去韓國的時候 語言不通 嗯 然後 韓文又很複雜 然後韓國人其實他們的 耐性欠佳 對 然後那時候去 那臭屜什麼呢 對 就是其實說 有一點窄窄的 然後那時候去批貨的時候 不懂 然後可能就是有 阿豬馬 阿豬馬是什麼 阿豬馬就是 阿桑的語言 阿豬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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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巴掌的 阿豬馬 大姐 然後就是 要跟他說我要這個這個這個 然後呢 他就開始 嗚嗚嗚嗚嗚嗚 胡亂罵了一堆 但是我也聽不懂 但是他超兇的 然後我就這樣默默的這樣 退出 然後我就走掉 想說怎麼 有必要這麼兇嗎 你沒有哭喔 我沒有哭 你會誤會他 他是不是比較兇 我可以打車好不好 二者你好辛苦喔 好不好 你太辛苦了這樣 會不會這樣 不是真的不會 真的應該是在 講的話是好的 也不一定 沒有沒有 所以說 那你是多久以後 才慢慢抓到那個訣竅 大概去了 半年多之後 因為每個月去一次 以前我們跑日本比較好 因為日本就比較 比較溫和一點 而且日本的東西 其實 在找的時候 他比較 沒有像他們那麼辛苦 而且他們自己 日本認為 服裝業也是服務業 它是服務你們這些客戶 而且就買一件襯衫 才五百日幣 回來台灣就 回台灣就換 馬上賣七百台幣 是這樣 什麼奸商 做生意 有頭腦 你這麼漂亮 會有男生去你店裡 對啊 追求你 對用之意不再去聊天 像玉琳哥那樣 對 內進來聊幾句 都是女裝 還是男裝 女裝 男生也不方便 就是會有客人的哥哥 或是弟弟來店裡取貨 然後可能他也覺得 老闆娘漂亮 然後他就是 可能之後 我本人 老闆娘漂亮 我們進行生活 你就25分鐘了 因為今天這個 是這一個主題 對啊 然後他 你剛剛也沒怎麼放到 他要配合主題 對 對 然後之後可能就會覺得很奇怪 每一次來取貨的 都是他哥哥耶 都是他弟弟這樣子 然後也無意間閒聊 他們就是說 為什麼不賣男裝 對 然後也是因為這些朋友這樣講 我突然覺得 嗯 我聞到了一點商機 是 所以我下一個目標就是 我想開一間男裝店 其實是應該的 寒流的男裝 真的齁 實在很可惡 因為他都很小件 不會不會 那是刻板印象 真的嗎 現在有大件 有有有有有 其實他也不是小件 他就是某個地方小 然後你穿起來就會 看起來是瘦的 對 不會看起來呆呆的 他們比較走線條 對 修飾身材 嗯 不是要結婚啊 嗯 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 希望你先交男朋友 嗯 要先交男朋友 有沒有很想交 還好 為什麼呢 因為店裡太忙了 真的 店裡太忙了 交一個回來幫你就好啦 對啊 男生不懂這個啦 你帶他去幫你扛東西 扛東西可以 對啊 對啊 你一到那邊 你先睡 我等一下打電話給你 你就出來扛東西 這樣不能跑嗎 那個是要從頭扛到尾 那當然 對 一定要 你是老闆娘 對吧 那現在生意做得順利嗎 現在 第五年了其實 算是熬過來了 做服裝一開始真的很累 很不好做 嗯 要學的東西太多了 加上競爭太大了 是 尤其韓國服飾 對 最近景氣嗎 最近景氣其實不是很好 有差 嗯 加油加油 謝謝 做服飾最恐怖要壓禍 嗯 壓禍耶 沒有中週的時候那一組 哇 壓在那邊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所以就要 就要打折出勤 對要出勤 甚至陪本出勤都有可能 是 安你好 安 安是我們最愛去的店 哦 G95 G95 這是她 小鐘啊 嗯 之前他們有來自 鮪魚啊 對 你好漂亮 你比鮪魚還漂亮 對 那 等一下 這是 這是抗議活動嗎 哦沒有 因為我在開店以前 是在教書法的 因為我 教書法 哇塞 都是書法家 哇 你是書法老師喔 對 之前是在高雄學院 還有教室 自己家裡教室教課 那妳的落差會不會太大 從教書法變成 不會啊 他們那個菜單 他可以自己寫 對 我們的招牌 都是我們自己寫的 自己寫 那怎麼會從書法教教 教到變居酒魚 因為當時我哥哥 就是學日本料理 然後他跟我說 他想要創業 然後 我也是念餐禮管理 我就想說 他負責廚房那一場 然後我就負責外場 那是一定要的 對不對 那為什麼做居酒屋 會越穿越保守 為什麼要穿那麼保守 是現場很多色狼 因為說真的就是 這個行業 過久了 因為酒站 就是腳都會靜脈曲張 然後所以就 越來越少穿短褲和短裙 好可惜喔 對 有很嚴重 對 一點點 居酒屋來講 這種有沒有因為那個 所謂的經濟好不好而影響 會啊 也會影響啊 有時候會 其實忙的時候就真的很累 然後 客人少的時候又會很擔心 沒有生意 就是那個沒有很穩定 就是有時候會起伏 對 有時候會起伏 一起伏的時候 當然 一起伏是不是那個 哥哥叫趕快研究新的菜色 對 我們一直很努力 都是在研發新的菜色 是 以前我開店喔 最討厭就是員工落跑 妳有遇過員工落跑 很常遇到員工落跑 你們那店這麼恐怖 為什麼大家都要落跑 對 可能因為太忙太辛苦 他們就會覺得不想做了 年輕人就不想做了 對 或是有這個想法 老闆娘好漂亮 我要做 我就做了第二天 第三天就掛了 有時候再漂亮的老闆娘 相處一個禮拜 也膩了 就沒感覺了 可能 然後就跑去什麼 韓國食事店 發現老闆娘也不錯 然後一個禮拜又膩了 然後就又跑去那個什麼 不按摩 說聲那一種 你們做餐廳喔 我知道餐廳 有些餐廳的業 像我現在有個朋友 開一個餐廳 就被抄襲 他抄襲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菜單 連店名 照抄 然後店內的裝潢的 幾乎全抄 為什麼 那他怎麼知道 他後來人家跟他講 他去看 他快封掉了 所以他抄襲的店也是在台灣 在台灣 那可以告嗎 這個沒辦法 你沒有辦法 因為你沒有辦法 對 你沒有 你沒有申請那個 像G9無常標沒有申請 就沒辦法 對 那你們有被人家這樣抄襲 我們有一道招牌料理 叫做干貝馬卡龍 就是用 製造過的干貝 然後中間包海膽 然後用烤過的海苔包起來吃 你怎麼講我都餓了 真的很好吃 但是 就是我覺得他的造型像馬卡龍 所以就取名叫干貝馬卡龍 嚇一跳 我以為真的馬卡龍裡面包海膽 沒有 然後過沒有多久 我朋友就跟我說 你們附近店家也在賣這一道 他可能只是改個名字 變成什麼 夾心餅乾還是漢堡之類的 然後就會賣一樣的東西 那你們會不會很氣 很氣啊 可是也沒有辦法 沒有證據啊 沒有 他也可以說他們先的 對 妳這樣屈酒屋長那麼漂亮 應該很多 人那個 醉翁之意不在酒 真正醉翁之意 真的不在酒 真的有沒有真正喝醉的人 對妳不禮貌啊 我有一次就是結帳的時候 客人忘記拿錢 然後我就追出去要找他們錢 就有人從後面抱抱酒 然後那時候我就超生氣的 我就大罵他當話 然後他就放 妹妹你要去哪裡 妳要被改牛 妳對不顧妳要幹什麼 是喔 對 然後他朋友就把他架走 喝醉了 對 有的其實也沒有很醉 之前還有另外一次 對 他就是故意在我們室內吸煙 因為我們室內是不可以吸煙的 當然 然後他就故意在我們室內吸煙 那時候我們地裡面還有 媽媽小朋友在用菜 然後我就跟他說 先生我們這邊真的不能抽煙 他就惱羞成怒 就說 我現在要買單我要走了 嗯 然後 就一直要衝進我們的吧檯 揍我 蛤 對 他因為他就是 喝醉了嗎 我覺得他也沒有很醉 然後我哥哥就 他單純只想揍妳而已 對 他單純只想揍妳而已 他不爽嗎 因為也沒有很醉啊 他不爽啊 他被趕 他覺得沒有面子 對 然後我哥哥就衝出去 就是跟他那邊扭扭扭 兩個人扭到馬路上 哇 算了 你哥哥是溜溜了 衝出去就這樣 欸欸欸欸欸欸欸 欸欸欸欸 抓了一個煙迴缸 然後用 就丟我 然後我也被丟到了 有丟到 對 那時候我就覺得 然後就偶情了 偶情 然後我就 當時很生氣 可是靜下來以後就 就哭了 我就覺得為什麼 開店要被人家這樣請 承受這一種 因為當時才剛開店 其實自己本身也滿脆弱的 其實我們以前也開過店 真的 開店為什麼要被人家欺負 對 很多藝人到那邊喝酒 康哥開店 在他店年頭也被康哥揍 什麼東西 後來他真的 就是有打電話到店裡面 跟我們道歉 就是希望 就是我們原諒他 以前我開一個店啊 是 就是我自己當老闆嘛 自己唱歌 然後整個晚上喔 就進來兩個客人而已 然後就一對情侶 然後呢 他還點 一杯兩百塊嘛 兩杯四百 可是我們那天營業額 兩三千塊 為什麼呢 因為我 那個生意不好的時候 真的好痛苦 很痛苦 除了自己開酒喝 沒有別的方法 因為你開酒喝 你心情會 可以那個 喝醉就算了 然後那個增加營業額嘛 對 不會說只有四百塊 上面上還滿好看的 對 所以真的是 可是我跟你講 我也是在復興二路開的 真的假的 因為我們店很多海鮮 都是日本進口的 所以我才要講 你們做這種 有一天就是 壓力更大 然後大家都 就是全部放假 然後也沒有客人出門 真的風強雨大 我們所有的員工 就是老闆 大家一起把所有的食材 大心咪都吃光 對 對 這樣是對的 我那時候的時候 下雨下一個月 連續下雨下一個月 大家說 好好好好 遇水則方 後來就淹水了 對 所有的都總是 還遇水則 他那個水都淹到胸部 他還繼續在那邊彈 有沒有 對 我們還唱愛如潮水 我愛如潮水 後來最後一首歌 再水一方 就已經 已經 都不用開Rever 不過說真的 做餐廳因為有食材的問題 壓力比較大 對 所以今天因為妳的發言 我們就了解了 以後高雄有颱風 我們就去妳店 好 可以吃免費 太好了 謝謝妳 謝謝 辛苦妳了 嗨 哈囉 我是凱蒂 凱蒂 婚禮布置 是 這是苦力耶 這算一個很辛苦的事情耶 現在比較不辛苦了 這跟那個什麼什麼 婚顧不一樣嗎 就是像我結婚的時候不是 現場有什麼樹啊 然後有很多什麼 氣球啊 有的沒有的 就是他們在做 但是是婚顧公司找妳們 婚部公司去做 我們沒有跟婚顧配合 沒有 那誰找妳們 那誰來找妳們 那誰來找妳們 新娘來找妳啊 對 因為我們是在網路上 營業 所以就是 大部分都是新人直接 直接找妳 直接對我們 這樣會比較省一點 對 就少被抄一手嘛 省一點錢 那曾經有伴郎 要認識妳 伴郎或者是現場的賓客 嚇死我 還有新郎 新郎沒有啦 新郎沒有 對 沒有 新郎那天 就當場解除婚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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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伴郎跟鄉的賓客 是 請問一下妳的三圍是 32F 24 35 剛剛我看他眼神透露 沒問我 對 趕快補問 對啊 想說前面那種沒什麼都問了 怎麼會到他們 我們叫做前面沒什麼 哪裡沒什麼的 我們跟F比起來 就沒什麼了 是 你們這種婚部公司 所以你們也是帶設計在裡面 對 要設計那個背板 對 然後還有現場的佈置對不對 對 有沒有抄襲的問題 最近在打官司 為什麼他抄襲妳們 對像是我 這種最傷心 他也是做這個的嗎 因為之前他有在我這邊幫忙 然後後來他 可能覺得我做得還不錯吧 就覺得這個他也想要分一杯羹 所以他就也自己開了一間 最近都是閨蜜惹的貨 所以是他告妳抄襲 還是妳告他抄襲 當然是我告他 那他抄他的 對 要翻臉吧 是喔 你們這種有沒有那種 就是譬如說 現在是生意比較多 然後有淡季忘記 有 每年的農曆過年跟鬼月 都是我們的淡季 鬼月是不能結婚的是不是 通常在鬼月結婚的新人 都是可能基督徒 對 還有明婚的也有 明婚也是要付 我們不會找到他們 也可以接這條生意 我們也希望未來 可以接到明婚類的案子 那個就是買幾根 那種弄一弄 你們會接這個嗎 有的會忌諱吧 目前沒有接過 那做這個最辛苦的是什麼 跟客戶溝通其實滿辛苦的 然後當然還有現場的服務跟架設 因為都會在駕馭 那妳這樣會不會不好交男朋友 我結婚了 結婚了 對 當中妳說這麼忙還可以結婚 那妳厲害 不用問了 老公是老闆 老公是長公 對 妳才是老闆 對 做這個壓力大不大 壓力大 曾經有生病過 壓力來自於哪裡 真的 在工作的時候壓力大 是因為那個時候剛好 生意越來越好 然後我可能一個月要服務 非常多族的新人 畢竟一般大家可能一輩子 只會結一次婚 所以對我或對他們來說都... 很重要 非常的重要 不一定 有的結好幾次 很多次的也有 所以兩次 新娘還同一個 繼續 有這種人 該不會在現場吧 對 沒來 那時候妳就身體失調 免疫系統失調 然後四肢都長滿汗泡疹 那怎麼辦啊 那個壓力太大了 看西醫看中醫 就是把身體調養好 內分泌失調才會這樣 對 對 那妳們這個就是佈置會場 對 其實算是一個滿辛苦的工作 是 就是在佈置的時候 對 員工不好帶吧 近期比較穩定 但是剛開始的時候 不太穩定 就會 因為我們找的都是公讀生 不會... 因為我們沒有固定的case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固定請員工 是 那... 公讀生就要慢慢的try嘛 慢慢的去配合 才知道說 誰可以用誰不能用 那可能碰到不能用的 剛開始可能還不知道怎麼樣 跟他們溝通 跟拿捏那個語氣 可能有... 沒有罵的 也沒有... 也不能講罵 急了... 急了時候口氣會稍微差一點 對,語氣上稍微沒有拿捏好 那下一次你想要再找他幫忙 稍微就說沒空 再也就沒有來過了 難伺候 對,難伺候 我們自己也要注意啦 因為... 其實大家年紀都差不多 但是也有好的公讀生嘛 有,就是一直... 會一直配合這樣子 其實你們這個問題 在我們演藝圈也存在 是 像現在一些新的人 有些新的諧星 講他還不高興 他不好笑 他就... 然後那個娃娃在那邊戳戳戳 哇,真的好可惡 是 曾大哥應該不會啊 對 他繼續玩 謝謝... 辛苦... 我覺得啦 就是... 創業重要 是 生意重要 但是身體更重要 身體要顧 對 幾個小孩啦 生不出來 壓力... 一份未到啦 小孩子的事情順其自然 是 該來就來了 跟老公找一個海島 把手機一關 馬爾蒂夫去了 夏威夷也去了 手機有關嗎 手機沒有關 手機要關 沈玉琳當初就是手機不關 你看 是不是 後來手機一關 第二天就懷了 我就聽了康哥的話 手機一關 然後就... 就沒有煩惱 沒有壓力 那種情況之下 真的受孕率很高 手機一關變機關槍 你... 什麼東西 他說變機關槍 什麼機關槍 機器關要變機關槍 不是,你要講要講清楚 對啊 聽不到 好不好 你好 好爛 什麼玩意兒 安小鳩座是民宿 秦瑞 民宿的位置在哪裡 民宿在花蓮瑞水 這民宿也是辛苦喔 哇塞 你這民宿 你這民宿 讓人家遐想喔 唉唷 這個... 這個你... 你經營民宿穿這樣 因為我們有一些主題房間 是佛小朋友的 所以它有一些公主房啊 像白雪公主啊 綠野仙中啊 你這個白雪公主啊 這是白雪公主啊 這是佛爸爸的吧 沒有小朋友 當初怎麼開始開民宿 我本來是當記者 然後因為記者覺得很狗 妳本來是記者 對 因為我是中文系畢業的 所以就去當記者 記者當了多久 記者當了兩年 當了兩年 那因為記者這條路不好走 對啊 因為就是覺得 老記者會比較油條一點 然後很多妹妹嘎嘎 對啊 就覺得這場業不是很好做 而且我一進去的時候就是 到了一個比較輕鬆的職位 是走學校跟走社團的 那學校跟社團 主動就會丟很多的廣告啊 報分給我 因為他們要招生 是 對啊 所以他們就覺得我這個肥水 就太好了 然後又是個新人 大概做了兩年之後 他們就想把我調到社會線去 哇 對 所以就覺得 我已經爽那麼久了 就覺得好像不能適應那個地方 所以就 社會線很恐怖耶 什麼刑案什麼 殺人放我的 民宿啊 花蓮 當然知道花蓮這個 很多人愛去觀光 這兩年的觀光的氣氛 好像沒那麼好 對啊不太好耶 那怎麼辦 好像就是因為大陸客的影響 我們的生意也就是 不是很好 然後大家又會因為 現在出國旅遊啊 也很便宜 大概兩三個鐘頭 你就可以去香港啊 日本啊 韓國啊 那你到花蓮也是兩三個鐘頭 那一樣的錢 就很多人都要出國這樣 沒錯 那你們一個房間多少錢 我們一個房間大概三千多起跳 那如果付剛剛那個白雪公主是 沒有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那個行銷很辛苦 就要穿成這樣 就是招客這樣 妳一個人做 招攬客人 妳是一個人還是跟家人一起 我跟家人一起 是妳跟爸爸媽媽 我跟爸爸媽媽 就妳們三個啊 對啊 現在還有我妹幫忙 然後假日可能會有些公渡 所以我們現在還要請那個換樹神 就是來打工換樹的 我覺得也蠻好用的 打工 我們今天要你們自己人 你們有附餐嗎 我們有附餐嗎 附早餐啊 下午餐 那晚餐你要預約的話也是有的 那誰煮啊 我媽媽會煮 她很厲害 我媽媽很辛苦 要煮 那媽媽也要 媽媽也要 早上煮 吳伯 你再拿那個蘋果 然後爸爸弄成鋼鐵人 有沒有 不要亂設計 那你覺得開民宿 除了現在當然 現在光光氣氛不太好 你覺得最辛苦是什麼 可能有時候會有一些奇怪的客人吧 就會 像之前有遇過一個 他是用五號碼的打電話 一直要過來訂房 然後他又要殺價 就很不想要給他殺價 然後進來住 然後後來殺價殺一殺 打了三次通 他又想說不要不殺價 沒有關係 原價才可以來住 那想說那原價那還是封街好了 然後他來了以後 大概住了半個鐘頭 他又說他要退房了 然後人就走了 就覺得各種奇怪 他行進鬼鬼睡睡的 然後我就調了監視器給我爸 看我爸也覺得很奇怪 就請了警察來看 然後發現 你對他的資料應該是一個通緝辦 好恐怖喔 對啊 那你們最喜歡哪一種客人 親子的呢 還是情侶的 還是那種 我們是比較喜歡情侶的客人 情侶不會很吵嗎 情侶不會 情侶其實 對 他都黏在一起 就叫他們去睡覺就好 都黏在一起 對啊床都黏在一起 對啊 他們來就叫他們去睡覺就好了 所以中間不會有太多事情 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很多親子 就在外面跑跑鬧鬧 就還滿吵的這樣 欸你沒有男朋友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朋友 我喜歡 年紀比我大跟比我高 然後好聊的 就都可以接受 好聊 請問妳 妳是找看護還是什麼 妳多高啊 妳多高 我171 讚巧克力 哇塞 好高 哇塞 巨人 對啊 就看了鞋子 又不太好交男朋友 要比他高嗎 要比妳高 對 要比我高 OK 那很難找 就所以單身滿久了 要能夠聊的 對 因為一般高的就不好聊 請問一下 就是說你們 那講一下你們民宿特色是不是 我們民宿特色 它就是有八九間房間 然後就都是不一樣的 親子主題房 那房間很大 可能有二十到四十坪左右 喔有四十坪 還有四十坪 四十坪耶 四十坪是一個家庭 對啊 一個家的大小 親女區 有四十坪 因為它還有戶外的游泳池 細水池 一個空中花園 一個四十坪的房間 然後呢 我們還要吃中餐 還要吃下午茶 這樣要花費多少錢 我們房價如果貴的話 就六千多 那如果含晚餐的話 一根再加三百 那可能六七千吧 其實還好 而且晚餐一個三百啊 對啊 晚餐是中式的 看狀況 無菜單料理 因為我們有自己一個菜園 然後有中菜 有養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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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可以用干貝 裡面夾海膽這樣嗎 不要再養肌 那是什麼 那是什麼 我靠海的話也是可以試試 對啦 民宿真的說真的 就是也不是那麼穩定 但是很辛苦 因為你不但要服務客人 還要把自己的家園整理得很好 而且花蓮很多颱風 颱風來的很恐怖 對啊 可是現在颱風其實比較好 颱風跟地震 我們是都還滿習慣的了 但是那個蘇花那邊就是會斷掉 然後就變成客人沒有辦法帶 我們就一定要退房給他 那你們的食材 就當天都要把它吃掉嘛 對啊 對 妳在忍耐幾年 那個高速公路通了 妳不覺得比較好 我不知道活得到那時候 喂 才幾歲 講這種話 怎麼這麼悲觀 現在只不過是路客不來 不要這樣 對 不要怕 還是有特色 只要整個基因都有特色 都會有客源 以前講 以前講的女人是弱者 現在這句話 在現在的世界上已經不成立了 這個各位幾個都是算是 算是女強人 對 靠自己 靠男人 你們是最棒的 希望你們不管做哪一行 做什麼事情 都能夠一切順利 我們今天要招待你們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康康哥的單歌 唱給大家聽 好不好 厲害了 不急 唱著我我把搖 我玩玩家 天天快樂都不得了 睡著話好笑 哭起哭起喵喵 哭起哭起喵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哭起哭起喵喵 哭起哭起喵 啦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哭起喵 哭起喵